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军陆战队队员 在阿富汗完成任务后 他与队友被派往非洲刚果训练政府士兵 以此来对抗当地装备精良的叛军 这天上校给贝克特的队伍下达一项新的任务 前往刚果叛乱区接走一名欧洲农场主 因为叛军已经取得防空导弹 所以他们只能乘坐装甲车 事不宜迟 贝克特等人即刻动身 随着装甲车穿过边境 他们看到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 以及手持武器的叛军 而在这些人中 还有些来自欧洲的猎人 因为他们出手阔绰 所以只要不插手战争 无论是政府还是叛军 都很欢迎这些人 队伍终于抵达农场 然而在得知他们的目的后 农场主却很是抵触 他的家族世代生活于此 早已将这里的土地当作家乡 但贝克特他们同样态度强硬 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 农场主最终还是屈服了 他依依不舍地朝屋内看一眼 随后跟着二人向外走去 眼看任务即将完成 众人纷纷松了口气 下一刻 象征着死神的子弹擦身而过 可敌按我明 他们根本没有目标 眼看情况越来越危险 贝克特几人边打边退 带着农场主躲进一处废弃的集装箱 此时他们已经通过火力与攻击半径 判断出袭击者很可能只有一个人 但对方显然是一名顶尖狙击手 抓住烧纵即逝的机会 透过集装箱的缝隙将农场主解决 眼看护送目标身亡 众人顿时大惊失色 慌乱间枪声再度响起 子弹射穿一名士兵的驳梗 看着最亲密的战友在几秒内失去生命 战友们心中的悲痛逐渐浓郁 就在这时贝科特忽然发现 集装箱里藏着一个运送美军装备的箱子 这让剩余几人一头雾水 不明白为什么叛乱区会有这种东西 不过眼下这根本不重要 毕竟外面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夺命狙击手 气氛逐渐焦灼 高压之下 一名士兵的情绪彻底崩溃 他不顾一切想要逃离 却被等待许久的狙击手一枪解决 这下仅剩贝科特与好友二人 他们明白拖下去只会慢性死亡 于是决定一同冲出集装箱 相互掩护逃离此处 尽管这方法很蠢 却也是绝境中唯一的选择了 二人一声令下冲出集装箱 火力掩护交叉前进 可他们还是低估了狙击手的能力 逃跑间 贝科特的肩膀被击中 整个人跌进深坑 好友坚壮急忙赶来营救 但下一发子弹 竟直射穿了他的头颅 让他重重砸在贝科特身上 枪声沉寂 这场一边倒的屠杀彻底结束 不久后 狙击手赶来查看情况 此时 贝科特意识模糊 浑身欲邪 于是狙击手便认定 他已经死亡 转身离去 不知过了多久 贝科特突然被一阵剧痛惊醒 睁开眼发现 一位老人准备为他处理伤口 原来 老人便是那位来自欧洲的猎人 马丁 而此时 贝科特处在他的营地中 枪战发生时 马丁正在打猎 听到枪声赶来 只看到昏迷的贝科特 于是便将他救了回来 然而贝科特却并不领清 一心要回到农场 寻找线索 为战友报仇 等他走出帐篷 忽然看到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死于战乱 而这些孩子也并不安全 丧心病狂的叛军 甚至会让孩子上战场 毕竟给他们一把步枪 他们也能杀人 善良的马丁 看不惯这残忍的做法 偷偷救下了这些孩子 眼看贝科特态度坚决 马丁决定与他一同返回农场 毕竟农场主也曾帮助过他 于是二人趁着夜色出发 可等他们赶到 却发现战场已经被人打扫 所有尸体不翼而飞 这完全不像叛军的风格 似乎一切另有印清 于是他们下车走进屋内 发现这里如同被洗劫过一般 满地狼藉 见此情景 二人决定分头寻找 这时 贝科特注意到桌子上的相片 全部被丢在地上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仔细调查 身后突然响起上堂声 吓得他急忙举起双手 转身却看到一个神色稚嫩的女孩 听到动静 马丁急忙赶来 一眼辨认出 女孩是农场主的女儿凯莉 于是他急忙放下武器 经过一番解释 终于让其放下戒心 原来 凯莉年幼时母亲去世 之后一直在欧洲与阿姨生活 现在长大了 才来刚果探望父亲 却不料遇到这悲惨一幕 当时 贝科特等人与农场主交涉时 凯莉就躲在屋子里 而他之所以如此仇视贝科特 是因为枪战结束后 又来了一批说英语的人打扫战场 这让凯莉明白 自己的父亲并非被叛军所害 眼下还不能排除危险 三人乘车赶往马丁的营地 然而还没到 便听到清脆的枪声 叛军已经找到营地 此刻正准备强行带走孩子们 三人健壮 急忙下车开枪阻拦 惊艳老辣的马丁躲在草丛 戒恋带走叛军的性命 尽管他枪法过人 无奈叛军人数众多 最终还是把孩子们装上车带走 马丁只好将怒火发泄在留下的叛军头上 一枪一个将他们全部解决 清理完残存的叛军 马丁决定去营救孩子 但贝科特要带凯莉回去完成任务 于是三人就此分别 马丁还很仗义地送上物资与猎枪 盯住他们尽量走小路 避开叛军 二人穿过丛林 走过吊桥 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抵达 此时 贝科特的伤势越发严重 随着他的精神松懈 一阵眩晕感猛然袭来 让他彻底倒了下去 等再度醒来 贝科特已经回到军营 得知凯莉安然无恙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等护士离开后 一道沉闷的声音突然响起 贝科特这才发现 一影中坐着一个男人 男人自称米勒 是贝科特父亲的好友 他看出贝科特眼中的愤怒 表明自己可以将他训练成 顶尖狙击手 去狙击仇人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可贝科特却对此嗤之以鼻 他认为 狙击手是藏在暗处 放冷枪的胆小鬼 真正的男人 应该冲锋在第一线 这种想法让米勒很顺无奈 不过他也没打算放弃 当天夜里便叫醒熟睡的贝科特 不由分说将他带到野外 递出一把狙击枪 让他去解决一名哨兵 理由是哨兵将情报 泄露给了叛军 尽管贝科特凭借天赋 轻松判断出二人的距离 并精准锁定哨兵的脑袋 可他不愿仅凭支言片语 就解决一个人的性命 果断拒绝扣动扳机 米勒剑撞 一把夺过狙击枪 露出空空如也的枪膛 他表明 这是一场失败的训练 因为狙击手的使命 就是完成任务 不需要任何理由 第二天 贝科特找到上校 汇报了这场行动的失败 经过调查 军方发现 袭击者使用的是美军武器 这似乎是一场军队中的内战 可上校却对此不以为意 眼下大半个刚果 都乱成了一锅粥 联合国实在没经理 调查这起小规模战斗 同时禁止贝科特继续调查 更是命令他 在有新消息前 不能离开军营一步 上校这冷漠的态度 令贝科特既愤怒 有心寒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战友 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在战场 于是决定不顾命令 继续调查下去 他找到留在军营中的凯莉 想要从他这里得到点线索 之前贝科特曾在农场主家中 看到一张农场主和军人的合影 可等晚上他们回去 那张合影已经消失不见 显然 那张照片中藏着关键信息 可凯莉却不记得照片里都有谁 他只知道父亲为了生活左右逢源 经常会和政府军与叛军做交易 或许就是因此惹来的杀身之祸 当天夜里 贝科特找到艾伦中尉请求帮助 看他态度坚决 艾伦便透露一条小道消息 如今刚国越来越乱 联合国已经决定撤军 避免营火上身 这番话让贝科特明白 如今军营中已经没人能帮自己 于是他连夜收拾装备准备离开 正好被赶来的米勒发现 不过因为清楚贝科特的目的 米勒也没阻止 任由他消失在黑暗中 眼下唯有一个人能够提供帮助 于是贝科特再度跋山涉水 经过一天的路程来到马丁的营地 他请求马丁帮自己调查凶手的信息 作为回报 他会帮助其救回被抓的孩子 交易达成 二人随即出发 他们走过壮丽的非洲草原 终于找到那帮抢走孩子的叛军 看着下方被虐待的孩子们 马丁顿时怒火中烧 于是他让贝科特在原地掩护 自己悄悄摸向营地 前后夹击解决敌人 然而就在马丁行动时 一个叛军突然对着孩子举起了砍刀 眼看情况危急 贝科特顾不得计划 毅然扣动了扳机 响声响起 叛军们大惊失色 对着面前草原不断扫射 可他们根本看不到贝科特的踪影 一个个如火把子般任人宰割 片刻功夫便死伤殆尽 马丁健壮冲进营地 然而他却没想到 屋内还躲着一个叛军 前军一发之际 一颗子弹突然从远处射来 救下了马丁的性命 明白还有别人 二人顿时戒备起来 此时草地中一个狙击手站了起来 脱去伪装后发现 他竟是米勒 原来米勒来此并非只是保护贝科特 他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解决那名狙击手 他的徒弟马歇洛 这让贝科特大惊失色 他不敢相信 战友竟死于自己人之手 接着米勒再度抖出更多内幕 其实马歇洛的目标只有农场主 贝科特小队不过是炮灰 而这个命令来自很高的阶级 高到连米勒也无权查看 终于确定凶手的身份 如今只剩复仇 于是贝科特联系上艾伦 请求他派人来边境的一座废弃村庄支援自己 不过这只是假象 贝科特明白 只要马歇洛还在军营 得知他的位置后 一定会再次出手 所以这次他要请军入瓮 瓮中捉鳖 清楚这次行动的危险性 贝科特谢绝了马丁的帮助 目送他带着孩子们离开后 与米勒一起来到村庄布置起来 没过多久 埃伦便带人来到了村庄 见他孤身一人 贝科特急忙将其拉进屋里 他本想向艾伦解释 可此时已经太迟 政府军逐渐朝二人包围过来 这些人是贝科特曾训练过的士兵 如今却对他兵容相向 为了掩护艾伦离开 贝科特冲出掩体 与政府军正面对决 眼看自己带来的人尽被解决 尚未一时间慌了神 驾车便要逃离 迷了剑状正欲阻拦 然而刚一起身却被子弹击中 显然 马歇洛正藏在附近 此时 贝科特已经来到大陆上 一枪将引擎打坏 随后揪起尚未 怒声逼问 眼看逃不掉 尚未便将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 这一切的主谋竟是上校 他通过农场主将武器卖给叛军 为了灭口才派人将农场主解决 这突如其来的真相 令贝科特措手不及 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办 一颗子弹便带走了上尉的性命 这让贝科特顿时明白 马歇洛来了 他急忙呼叫米勒 但耳机那头已经没了声音 这下 贝科特只能独自面对马歇洛 他悄悄躲进屋内 架好狙击枪 开始寻找 局面越来越紧张 贝科特拉动提前布置的佳人 马歇洛剑撞果断开枪 这让他的藏身处暴露 可贝科特毕竟没受过专业训练 准备许久的一枪 只是打碎了马歇洛的瞄准镜 让他侧头避开了致命的子弹 这下 二人再度陷入僵持 时间一点点流逝 夜幕在不知不觉间降临 局面对贝科特更加不利 因为马歇洛的狙击枪带有夜间瞄准 完全不怕这种环境 就在这时 贝科特忽然注意到不远处的油桶 顿时便有了主意 随即不顾一切炒油桶跑去 灵巧的身姿让他避开一发发子弹 成功躲进掩体 随后趁着马歇洛更换射程时冲出 对着油箱扣动扳机 下一刻 冲天火光猛地燃起 让紧盯瞄准镜的马歇洛短暂失明 等他回过神 贝科特已经消失不见 就在马歇洛寻找间 他的身口突然响起上唐声 原来 贝科特已经悄悄摸了过来 没有任何废话 开枪为战友报了仇 如今马歇洛已经解决 但真正的凶手还未落亡 于是贝科特趁一夜潜入上校家中 看着毫发无伤的贝科特 上校很是惊讶 没想到他能两次逃过必杀之局 不再多说废话 贝科特直接抛出一个相框 那正是农场主丢失的照片 里面记录着他与上校的合影 听着贝科特的质问 上校也不再掩饰 他承认自己通过农场主 将武器卖给政府与叛军 因为没人知道谁能赢得这场战争 他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大发横财 而杀害农场主只是为了灭口 毕竟他知道太多的秘密 至于贝科特的部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倒是可以说他们死于和叛军交火 完美掩盖背后的真相 此刻上校已经明白自己必死无疑 于是起身直言 即便他不这么做 也会有其他人这么做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贝科特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原来他来之前已经联系了军方 并偷偷将上校的话语全部录下 天网会会疏而不漏 迎接上校的 唯有来自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 一切尘埃落定 贝科特终于完成了目标 此时一位高官突然走来 企图招揽他为国家效力 而推荐人正是消失已久的米勒 看来贝科特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啊 剧继精英重装上阵 是上映于2011年的动作电影 本片将背景放在了广袤原始的非洲 让观众在欣赏紧张枪战的同时 还能一睹大草原的壮丽风光 不过在剧情方面 有些过于简单 上校出场就是一副反派的模样 很难让人猜不到之后的结局 只能说是有得必有失吧 看完全篇 贝科特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那就是普通士兵与狙击手的区别 这里探长也想问问各位观众 如果有选择 你们是想做冲锋的战士 还是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呢 战士请打一 狙击手请打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探长留言讨论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越南到此为止 喜欢的朋友麻烦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